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協恩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都頗長的 總共有三部分 A 和 B 和 C 部分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它就說在Figure那裡 它就說Coordinate of Point A 就是這點 就是負85 它就說結分Dat 現在有一點叫F點 It's a Point Line on Strait Line L 而L的Equation 就是8x-15y 再加136等於0 而Such that 它說到發生什麼事 而導致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件事 就是那個AF 即是說這條線 就會和L 會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互相隨直成交易度 我做一擊破 先搞個A拍線 它就叫你Find the Equation of the Strait Line which passes through A and F OK 即是說AF這條直線 它的方程度是多少 一個Equation是多少 好 事不宜遲 拿一張單紙先說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都先進 我按個按鈕 整個圖都出來了 大家不用騎來騎去對著來做 非常方便 A拍 如果你給我做 首當其衝 我會先記下L 它就說過 8X 再減15Y 再加136 就會等於0 而事實上 我想知道這個L 這個Sloop是多少 其實我有什麼方法呢 因為現在它是一般式 General Form 我們有個方法 希望你還記得 在我這一課 Chapter 2的內容精緒裏面 Page 4 我就說過 就是有一個叫做Sloop Intercept Form 即是斜節式 簡單說Y 等於MX 加C 你調到這個位置 調到這個位置 調到這個位置 調到Y 等於MX 加C 這個樣子 你就看到M 和C 不如這樣 不要說那麼多 做給你看 所以我把減15Y 調到這邊 加15Y 等好兩邊調轉寫 即是15Y 就會等於8Y 再加136 OK 之後把乘15 調到這邊 隨15 我突顯M 和C位 就是8 over 15Y 再加136 就是15 OK 我突顯M 和C位 很明顯Y 等於MX 加C M 位還不是這個 這個M 位其實就是Sloop 而至於C位 就會是這個 C位是什麼 就是Y Intercept OK 而事實上 我想說什麼 就是最主要 你等一下 要知道這個Sloop 是多少 而這個直線 叫做L 大L 我們不如先記下它 即是說 現在我們會得出一個結論 拿著原筆 這個大L 它的Sloop 我叫做ML 會等於什麼 就是8 over 15 剛剛計算過 所以就來了 由於 現在這條題目 跟我們說 這條直線AF 和大L 它們是 互相隨直成 我便會這樣寫 由於 你說的 就是AF 會 Perpendicular to 這個大L 所以 真的發生什麼事 希望你還記得 在我六市的 Page 5 按下 看看浪龍精髓 OK 我曾經說過 就是說 如果兩條直線 它們是互相隨直成 90度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它們兩個Sloop 乘埋應該會是-1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 MAF 就是AF的斜率 再乘以 ML 即是L 大L 這個直線的斜率 會是-1 即是發生什麼事 即是 換言之 你不難發現 其實剛才我不是說過 或者我先這樣寫 MAF 我就是想找它 那 再乘以什麼呢 ML 剛才我們不是做過 在這裡 是不是做過 就是8 over 15 你在圖上也記錄了 所以其實就是 8 over 15 其實就是等於-1 所以換句話來說 最終你會知道的 MAF 會等於多少呢 沒有的 你把除15 調去變成15 把乘8 調去變成8 簡單來說 最後就會出 就是-15 就超過8 所以 所以 其實我們 總之我們 遠不更新的 資料 這條線 就是叫做 它的斜率 就叫做 MAF 對 就會是等於-15 就超過8 就是這個 OK 可以嗎 我錄在這裡 就拿來用 那為什麼我要找它呢 別人沒有叫我找它的斜率 但是它叫你找什麼 找它的比例 你看看 有什麼資料 在這裡 現在這條直線 有一點 就是-85 你也有一個斜 就是-15 over 8 所以有點有斜 還不是point slope form 點斜式 所以在我的 綠市 大約在 page 4 附近 都應該是有 point slope form 點斜式 OK 可以嗎 所以我們拿來計算 那就是hence 好了 就是 the equation of af is 即是中文 所以 因此 af的方程 為什麼呢 根據公式 就是y y 減 y1 y1 很明顯就是15 就等於m m 很明顯就是af的slope 就是-15 over 8 那就是x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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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丶 丶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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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們慢慢弄好一點,將8除8,over8調改變成8 所以整個乘8,就是8乘2y-15,就等於留下-15在這裏,再乘回x加8 而事實上,兩個箭咀拆褲,放進去,你會看到的就是8y-8乘15,就是120 就等於,右邊也是一樣,兩個箭咀拆進去 你會發現,第一個箭咀出負正一負,負15x 第二個箭咀,負正一負,就是減15乘8,也是120 所以,一般我們的答案,應該最終極用這個方法去演繹 就是一般式Journal Form,就是ax加by,再加c,就等於0 最好前面的A位要是positiv,我也提醒你 所以,在這裏,你會發現,我就不如將這個調過旁邊 就變回A位做positiv,就是負15x調過變加15x 所以,就是15x,再加8y 好了,減120調過變加120 減120加120,即是抵消了 所以,最後終極的答案,這個就等於0,OK? 行不行?整件事就完成了,行不行? 所以,我們不如將資料更新它 那麼,af除了有這個範疇之外 不如我在上面列入,這個af的比例 我在這裡列入,就是15x再加8y OK? 就回動於0,OK?行不行? 如果行不行的話,我們就下bpart 不過,待會我免費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copy了一幅圖 待會放到另外一頁 因為待會也不夠位置 OK? 好了,bpart,看看它問什麼 bpart,它在這裡 它叫你find the coordinates of F 好,拿一張新的單行紙 這裡做bpart 好嗎? 放定圖在這裡等你 因為不用大家揭來揭去 所有資料都在這裡 對著來做 好,那麼 coordinate of F 就是找哪裡呢? 就是找這一點 是嗎? 而事實上,你看到這裡 在這條線和這條線之間的交點 的interception point 就是F 所以簡單來說 你有兩條直線的比例 第一條就是 AF 是不是? 就是 這個 第二個就是 橙色這一條 就是L 看到嗎? 那你有這兩條 你就做聯立 做maintainless equation 它 你就找到它們之間的交點 所以我們就來 知道這條條線就來 第一個就是AF AF AF就是 15x 再加8y 等於0 我叫它做一色 就是我剛才在上面 黃色 highlight 的那條直線 好,那麼 第二條的 第二條的直線 就是這個 橙色那條 就是大L 大L 大L就會是 8x 再減15y 再加136 就等於0 當然 這個就是 第二條的色 就是橙色那一條 而事實上 我們找它們之間的交點 就是F 就等於把它聯立了 蝕maintless equation 找XY 其實你可以用Program 不過今天我不教你用Program 原因就算我按 你都看不到我的計算機 我用電腦錄給你 所以其實在這裏 我不如試圖用手計 勤力一點 是否毅力表現 你給我 我就用Math of Elimination 加減消緩化 就是怎樣 就是把15x1 第一條色 再加8x2 第二條色 用手計也有個好處 雖然是慢 但是現在正在練基本功 和你正在練體能 可以嗎 所以在這裏 我們會繼續下的情況下 簡單來說 把第一條色乘15 全色乘15 再加下面這條色乘8 那整件事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你給我這樣看 我就把15乘15 15乘15 我計算機 15乘15 就是225 然後再加下面這個 就是8乘8 864 加上就是289 那就是289個X 那上面很明顯 8乘15 就是120 那下面這裏就是8乘25 都是120 就是上下加雙加 就是抵消了 那最後 就會是 將這個136乘28 那就是加1088 OK 就會是等於0 而事實上 即是剩下的 就是289個X 就會等於加變減 就是減1088 所以最後那個X是什麼呢 沒有的 將乘289 調去變成除289 所以最後 終極答案 你約了它 你不難發現這個就是-64 就超過17 OK 可以嗎 或者我不跳舞 算了 免得你又不知道我跳到哪裡 OK 超過289 所以在這裏 你會發現 如果我們按計算機 把1088除17 除17的話 上面就會出64 下面除17的話 即是 都是約了做17 所以其實就是最後 寫得更好 X就是-64 就是over17 OK 好了 那我叫這個做三式 好了 那現在我們 Subsatives 這個三式 就 回到哪裏 好啊 不如一式 好嗎 因為你最想現在找是找什麼呢 就是找回到Y 到底是多少 所以 找一個最簡單的 那 我就會濕去黃色那條 那你會發現 上面就是15 再乘以X X 都幾明顯 上面計過三式 就是64 over17 好了 就再加8 乘以X 就等於0 而事實上 將15乘乘到64 所以其實整個就是負多少 就是960 就再over17 好了 就再加8Y 就會等於0 好了 沒有的 將這個減就變加 這樣調到旁邊 所以就是8Y 就會是等於960 就over17 所以將我17 隨便乘乘過去 所以8乘17 就是136 即是說136Y 就會等於960 所以最後 將乘136調過去 變成136 所以最後終極答案 就是怎樣 當然還未約選 就是960 就over136 當然啦 你現在的計數機都先進了 你可以全按它 你都知道它是什麼 但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簡單點說 我除什麼 除8 所以如果你除8 136除8 就是17 而960除8 其實就是120 所以簡單點說 其實Y 會等於多少 就是120 over17 OK 所以其實都得出一個結論 F點 你不是不知道 已經知道 就是F 就是什麼 X就是這個 就是-64 就是-64 就over17 而Y 就是這個 就是120 就over17 那整件事搞定了 OK 我吸收這幅圖 我試圖 就把它放在你下一張紙上 因為下一張紙都不夠位 可以嗎 要開張新紙 好 看看C-part究竟在問什麼 也是最後一部分 它就叫你 Hence Find the shorter distance From A to L 拿張新的單紙先說 這個叫C-part 這個叫C-part 放在這裡等你 整幅圖 而事實上 它叫我們找一個Sorter Distance 由那個 就是那個 A to L 那就是 由A去L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由這一點 射到 大L 綠色線 那裡 我覺得就是 AF這個距離 對不對 所以其實 說真的 我都開了名義給它 我就會說Clearly 你告訴別人 你要先計算那個Distance 是什麼 段古道值一分 就是 The shorter distance 就 From A To L Is 那就是什麼 當然就是 AF OK 所以 應該就是 現在問題 就是要計算AF 剛才忘記F-F 這個資料 在這個 B-Part 我們曾經計過這一點 我可以把 記錄用原筆 F點 其實是有的 就是什麼 就是 負64 就 過17 而Y位是120,就超過17 所以換句話來說,A點你也有,F點你也有 你要找AF的長度,那你還不知道? 那就是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兩點之間的距離 AF就來了,根據公式,就會是開方巾 我等一下再寫開方巾,先寫裡面 裡面是什麼呢?就是x2-x1 我當作負8,再寫負64,就超過17 整個東西的二次,再加y2-y1,就是15 再減120超過17 就是整個東西的二次 當然,這裡就會給他一個開方巾 剛才我都說了,先寫裡面,最後才寫開方巾 所以在這裡,如果你裡面全部按機,你不難發現 裡面是81來的 而開方巾照舊在這裡 就是9981,最後答案就是9981,最後答案就是9 OK? 整件事就完成了 當然,如果你說要給單位別人,你就寫UNIS OK?因為他沒有單位 9個UNIS 就是9個單位 你不寫也不是聚 你不仁,我不義 你也沒有寫 我就不寫 就是這麼簡單 OK? 好嗎? 好,那就檢查一下,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就今天到這裡 好,謝謝大家給大家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我們再見 拜拜